满是油污的油烟机 咱们该如何清洗 咱们先来看看这个油烟机 表面这些油垢 看到了吗 光看着这些油 都觉得好麻烦呀 哈喽大家好 我呢依旧是你们喜欢的大瑞瑞 这年也过完了 家里的烟机 肯定又积攒了很多的油污 今天我就和这位来自 山东几宁的大哥 来盘这台油烟机 哈喽大家好 大哥一会儿我来先进行拆卸 你先看着先熟悉一下 然后重要的地方呢 我会告诉你 现在呢咱们就进行拆卸 等拆卸完以后呢 你自己来拆卸这一台烟机 好的 大哥拆卸这台油烟机之前呢 咱们先把这个门打开 然后看到这里吗 它就类似于一个荷叶的形式 你这么往外一扒 这个玻璃就出来了 然后这边也是一样 也是把它抠下来 然后往外一扒 这油都护住了 然后这个玻璃面板就取下来了 然后呢咱们取这两个玻璃网 你像这种油多的油烟机呢 咱们在拆卸之前呢 就是就会有滑似的这种情况 就稍微使点劲就可以 然后呢拿铲刀 把这个边缘里的撬起来 往外头使劲撑它 它就有三个小叉子 往这里面一叉就进去了 所以说咱们在卸的时候呢 就往外一拔就可以了 这边的也是一样 往外轻轻一拔就可以了 这个玻璃网拆卸掉以后呢 咱们现在要考虑拆卸上面这块玻璃 这个玻璃你看啊 后面是没有固定额丝的 咱们就采取这种左右错的这种方法 你只要一使劲 这个面板也就下来了 把这个触控的插件 拔下来就可以了 这个玻璃拆卸完以后呢 咱们现在拆掉 蜂额的固定螺母 而且你在拆卸的时候 你的手不能使劲拔这个蜂额 你容易把这个蜂额拽偏心了 现在取蜂额 大哥你看一下 这个蜂额上面 它是分左右的 看它的导向 看到了吗 这边的 就是往这边导向呢 它就是左电机 对 而这边呢 它就是右电机 咱们在清洗完组装的时候 你不能把它倒过来 倒过来了以后呢 它就会面临着不吸风了 然后呢 咱们拆卸掉烟机上面的这个指挥板 这个螺丝卸下来以后呢 就往外 一扒它 它就开了 而这个蜂额胶呢 咱们在清洗完的时候 就给外婆换上新的 这个就直接扒下来就可以了 现在呢 咱们拆卸这个油烟机的电源上盖 你看这个螺丝了吗 它是属于异形的螺丝 咱们就要拿出专用的螺丝刀来卸它 别的螺丝就是正常的 那整个盒都可以拿下来了 现在呢 把这个主板拆卸下来 然后是电容 这个电源线弄好了以后呢 咱们现在把这个灯拆卸下来 这个灯就是轻轻地往前一推 从这个方向往外一推 没有螺丝 没有螺丝 你看到了吗 它靠这两个铁片 实际 你就是往外一推 它就出来了 稍微使点劲就可以了 看这也有插件 把这个插件拔了 这个灯 咱们就也就取出来了 这个灯是不能泡的 后期咱们在洗的过程中 要拿麻布 把它匀干净就对了 现在呢 咱们就可以拆卸这台油烟机的电机了 咱们拆卸下来的这些螺丝 一定要收好了 还有就是咱们这些电机啊 也是分左右的 一般的电机后面呢 都会标明 像如果说没有标明的话 你就自己找个胶弹 或者是就是机后笔 你把它写上左或右就可以了 这两个电机就可以拿走了 把它放到干净的盆里头 现在这台烟机呢 咱们整体就已经全部拆解台了 但是底下这块玻璃呢 因为是胶粘的 咱们都不动它了 一会就直接进行泡水就可以了 现在我把这个烟机一会儿搬过去 大哥你来拆卸这台烟机 好的 这个烟机拆解之前 先拆这个大玻璃 你先拆这个两颗螺丝 然后这个玻璃呢 往上轻轻的一抬 它就起来了 你试试 这个可以了 好 然后你看这个开关 坏了 不可自己扎了的胶带 你把这个胶带先撕了它 但这个开关卸下来以后呢 你要把这个 按键这把它拔下来 这个也要清洗的 然后给你扶着 你把它丢下来 之后这个玻璃就可以拿走了 还有你差点 不论这是灯 对 因为油太多了 这个灯粘在这个玻璃上了 这么着 就起来了 这两台烟机呢 我们就都已经全部拆解开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拜拜 拜拜